40年廢大樓 新地主一坪8萬標的 告地上全住戶 台中市中英廢棄商場 中英娛樂大樓最近拉起白布條 上頭寫著行政執行署 為響查賤賣住戶土地 裡頭的住戶們 抗議著司法不公 讓他們無家可歸 每個地主都要去問 看人家要跟你合作 或者要買賣嘛 結果他都沒有找隔年王方 誰就被拍賣 聽起來案情不單純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鑑於民國60年代的 中英娛樂大樓 為七層樓建物 外觀以色彩鮮明的 幾何圖樣設計 現在看來仍相當前衛 規劃住商可依 頂樓是旋轉餐廳 溝樓城有五廳三溫暖等 繁華一時 70年代時 還有一坪百萬元的成交行情 後來卻因一場住戶 奪走七條人命 從此沒落 住戶陸續簽出 建物由都發局列館 然而日漸蕭條的大樓 其實隱藏著 產權不清的大問題 因為當初建商落跑 過戶只過一半 整棟所有全人超過兩百人 都只有地上圈 以前買賣的時候 就產業不清楚 土地沒有過戶 房屋有過戶 有過戶 土地沒有過戶 土地都是原地主的 雖然如此 住戶也相安無事 過了四十幾年 然而因原地主欠一千多萬地價稅 被政府建價拍賣 為了好執行 他把那個地 跟他房子拍給同一個人 以後對我們比較好處理 問題他沒有跟我們處理耶 隔震投資 將一等資產公司卡位 以五千七百多萬元 標得全區六百多坪土地 換算下來 每坪只要八點六萬元 跟附近單價近百萬元相較 低於行情許多 新地主並未跟住戶溝通 就告他們不當得利 還贏了官司 他就開始一直告我們不當得利 司法沒有維護他們 有證據都沒有用 這個他都不看了 我們買的這些 你看合約書 喔 這一張 這個你看 當初就是中英的買賣合約書 是不是包括土地 現在對方又要再告他們 拆除違建 記者實地走訪 發現裡頭的住戶 年齡都是60歲以上的長輩 有33名住戶住在裡頭 面臨無家可歸的命運 他們表示願意跟對方談 讀跟收購都可以 對此新地主表示 取締有法依據 你說土地是他的 我總是知道土地實力 我只能夠相信 土地的根據等等 我只能夠相信 還有你的公告事項 那你既然正把這個土地賣給我 那你為什麼自己不去買呢 然而看似殘忍的取締行動 另一方面 土地公司也同時給了 飛大樓新的生命出口 而全台灣縣正面臨到 相同飛大樓的問題 如何在居住正義 與都跟上去的平衡 因是政府單位關心的課題 來爆料 每月有賞60萬 一經錄用現報1000 照片1000 影片2000 每週點擊率冠軍獎10萬 月冠軍再賞20萬 你敢爆料 我敢給錢